随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对加工精细度需求不断提升 制造业对高端数控机床的需求 持续增长 我国国产高端数控机床的 市占率逐年提升 继续来看 在江苏苏州的一家零部件 生产企业内 记者看到 厂区里的数控机床 正在加工金属零部件 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些零部件将会应用 在下游的光伏产业上 这个产品对于客户来讲 是一个核心部件 它对产品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首先你可以看到 这个产品的四个面 是非常非常光亮的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密封性 这个产品的垂直度要求非常高 每个面的垂直度 都是0.01毫米的垂直度要求 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前生产这一类高精度零部件时 通常会采用国外高端设备 然而近几年 随着国内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提升 公司开始大批量采购国产设备 像我们的半导体客户 对产品的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目前国产机床 也逐步开始能够达到 这样一个精度需求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并且说国产机床的性价比 肯定是远远高于国外机床的 得到的突破 这个是为国产数控机床的 这个性能的提升 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据了解 近年来高端数控机床 国产化进程开始加速 国金证券演报显示 2021年全球五轴机床市场规模 为74.8亿美元 预计到2027年市场空间 将达到138亿美元 这为国内企业带来了 新的增长机会